妈妈把女儿抱在怀里细心照顾 自己的心肝宝贝可不能受一点伤 但日前她将女婴托给保姆照顾 却变成这样 女婴的脸颊上明显红通通 仔细看还有手掌印 妈妈看到真的是气炸了 没想到询问保姆 对方竟然回说 女婴哭了整整一小时 打一个巴掌是要吓住她 实在很火大 脱婴变虐婴了吗 妈妈时候po文被转天到爆料社团 更夸张的是保姆竟然在传讯息给她 说明明已经道过歉了 为什么还po文 甚至说你来我儿子让你打回去 妈妈觉得莫名其妙 女儿被打巴掌 没想到对方竟然想让她打儿子消气 居家托育中心的主任也进入调查 确认当时保姆 真的是一时情绪管理不佳 因为在安復多次之后 那孩子还是持续哭闹 所以保姆在这个部分 就有一个情绪比较失控的部分 所以就对孩子有一个果掌 我们是觉得她可能会比较倾向 是一个比较不适当的对待的一个方式 那自己说有没有达到虐待的这种程度 可能我们内部还是会做一个那个讨论 女婴哭闹被赏巴掌 保姆说是要吓住她 不论社会局调查 有没有构成虐婴 想必已经让不少妈妈们心惊惊 社工也暂时不会介绍个案给该名保姆 这也后过问潘颖文嘉义报道